我们今天出门要去办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我们要去西芝门那个工程处 办一下工程 然后就不回西安了 我们现在在西三环上 今天路上车不多 前面就是玉团团公园了 西芝门是北京二环比较繁华的地段 但是回想一下 我们好像好多年没去过这地儿了 十年了应该 反正从去年搬回北京来 咱们就没去过 因为也不知道上那干什么 我刚到北京还在那边上过班 大伟十年前是在那边上了一年的班 那个时候是经常跑那 感觉北京太大了 有些地方好像好多年都不去一趟 因为没什么事 就那个不去那边了 我们的生活轨迹就是 丰台那个房山这两个地儿 等会那个西芝门桥你知道吗 特别不好走 你给我看得到 说多少年的老司机经常绕来绕去 都容易走错路 等会去看看 我都忘了长什么样了 我们现在到西芝门了 看到前面那三个椭圆形的大楼了 想起我们刚干网店的前三年 我们一直在动物园拿货 对这个地儿太熟悉了 这就是比较复杂的西芝门桥了 现在有导航感觉也不复杂 大伟说这儿的房子可贵了 至少一千万起步 估计是大面积的 我们来的就是这个西芝门桥 你现在找那个工程处 说是办委托的话 必须来线下办理 但是必须要期间预约 我们还没预约 他说我们换一家 说来楼上这一家问问 感觉办个公证太不容易了 刚才第二个公证处说 他们现在因为口罩问题 只有一个人值班上班 但是我们办的这个卖房的 委托比较复杂 必须得两个公证员同时在场 还有录像什么的才行 说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就只有一个人 说让我们换一家公司去问问 所以大伟现在 刚才又打电话又从网上查 我们现在去西四环的一个 另一个公证处 再跑一个地儿 去了也是预约 还必须去当面预约 对今天去预约 今天还办不了 然后约一个最近的时间 都还不能打电话预约 原来我看评论说 还可以从网上办 今天一问说 从网上只能办很简单的业务 说委托别人卖房 是很复杂的业务 还不是那么 还要查资料 还没有想象中那么方便 那么快 现在从西之门 我们去西四环 路过中央监视塔门口了 我们预约完了 要了好多资料 我协份终于踏实了 人家说最近效率比较慢 还要等那边查资料给反馈 说没有想的那么快 反正就是说你等吧 等15个工作日 然后等反馈 然后再办 还慢着呢 只能等了 今天一上午跑了三个地方 就得到了一个 办下来会很慢很慢的 这样一个结果 大尾 我现在想咱们要不直接买个火车票 直接回西安吧 反正现在果果 他也在家上网课呢 他上学也不影响 然后呢 咱们俩现在也没有要紧的工作 被牵办在北京 咱们直接回去 亲自去办得了 甭委托了 委托下来 我觉得比回第一套 还慢很多很多 你是一想牵开 北京能回西安去吗 等一下你那个上网查查 看看什么政策 然后呢 看那边是三天三减 还是那个居家 那个隔离一个星期 你看情况 如果是不用隔离一星期的话 咱们回几趟 那样的话 一个多星期 咱们就回来了 就办完了 就不用这么慢了 客户不是特别着急吗 客户想着急收钥匙 办利落之后 他们想换一点壁纸 换个马桶 他们就想搬家搬进去了 他们想在里面过春节 所以呢 客户老是催我们 说赶紧办手续 赶紧办手续 那我待会儿问问这次 我们也想赶紧办完了 赶紧办完了 收到这个房款 我们北京的房山这套房子 才能交上钱 才能拿钥匙 就是一环扣一环的 对啊 我们想能回西安的话 回趟西安 等会儿查查